您正在收看的是澳亚卫视中文台 接下来请收看澳门万象 澳门万象由华发股份独家特约播出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澳门烂像 我是刘仲智 继续来关心有关于博彩业的相关话题 随着近几年澳门博彩业的非触发展 有很多罪案似乎也都跟赌场有关 是值得关注的 因此日前在澳门举办了一个论坛 叫做负赚博彩的相关论坛当中 建立负赚博彩的资讯庭 也都可能会被提上政府的议事一程当中 五星级的环境 宽松舒适的氛围 严格的现代化管理 这就是澳门的娱乐场 在澳门赌博叫博彩 赌场叫娱乐场 这并不是演示或矫情 凡博彩其结果必为偶然 不过总是有人怀揣一夜暴富的梦想 到头来却变成了问题赌博的反面教材 为了加强警示效果 负责任博彩计划借鉴欧美经验 在澳门设立博彩资讯庭 这个资讯庭我们希望就是 类似一些 我们澳门市民都很认识的城市指南 这样的认识 希望装一些负责博彩讯息 问题倒博 我们紧急求助的情况 更甚至博彩游戏的正确认知介绍 等等的资料 会放在资讯庭里面 明年年中 走进澳门的娱乐场 三不一港五不一哨的资讯庭 或许就是阻止您迈向问题赌博的 最后一道防线 而负责任博彩在澳门推广这三年期间 可谓成效封硕 如果说澳门经济是一条龙 博彩业就是没有争议的龙头 正因为是龙头 更要健康负责任 除了法规的保障 要将由此行业带来的负面效应 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负责任博彩还需要政府更主动的引导 博彩经营者更用心的配合 欢迎今天光临澳门万丈的嘉宾 是澳门社会发展研究会的陈炳强理事长 欢迎陈老师 大家好 一同来关注博彩业的相关话题 博彩业的发展的同时 有正面的影响 也会达到一些负面的社会问题 值得关注的 所以最近论坛当中都提出 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叫做 博彩的资讯庭之类的 提示一下一些问题 甚至病態倒吐 这个博彩业的发展 当然它除了在正面上海 也在经济和其他就业方面 带来社会比较好的 一个积极的因素之外 也会引申到其他一些问题 包括比如 如何防止病态倒吐 或者引申到一些负面的罪恶问题等等 都会成为我们要在发展博彩业的时候 必须关注的这些问题 由于社会现在对这些负面的因素 都会比较关注 都会想尽办法 如何防止这些负面的因素 扩大 或者希望能够将它尽量压止 所以大家都想到设法的情况下 包括现在又构思 设立一个博彩资讯庭等等 我相信透过大家集思讲 大家共同努力 对于宣传博彩业的防止病态倒吐 或者有关负面的 如何压止的方法方面 应该都会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或者叫做博彩资讯庭 亦都可以叫其他的名字 比较明显地突显它的作用 至于博彩资讯庭 因为在澳门暂时 还在构思中 准备在稍后会正式推出 作为试点进行 作为一个名字 我觉得亦都很重要 博彩资讯庭本来从主办方面的构上 希望作为警示市民 或者参与博彩的人 不要沉迷赌博 有一种警示作用 博彩资讯庭 如果从中文的感觉 就像正面为博彩参与者 提供正面服务的设施 好像有什么提示 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 值得有关方面 构思一下 去设定出来 令人感觉到 就算设置在赌场里面的博彩 某某设施 其实赌场在推行博彩业活动的同时 亦都提供了警示 我们参与博彩者的人 要注意不要沉迷 但是如果是博彩的经营场所里面 提供博彩资讯庭这个名字 就会被人感觉到 不但提供了博彩场所 那种服务 更加可能是一个设施 为赌图 去提供更多元化的 或者是更多方面 有关了解博彩提示 或者了解博彩一些技巧的 一些奥秘的设施 或者是服务裁 服务设备 可能有时候会懂得其反 因为赌图未必真的会使用服务 大家看到 连赌场都去提供设施 即是大家都很认同博彩业 大家要更加努力去参与博彩 有些东西就是好的主观目的 有时候因为名称改得不好 或者提供服务内容 未必是这么完善的时候 会懂得其反 当然了 无论叫什么名字 很多都是我们为了推行负赚博彩 因为推行负赚博彩 政府也很重视 都行之有连 除了政府之外 博彩企业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甚至有些社团都有关注相关的问题 但现在来说成效 总体来说 陈老师你认为是如何 我觉得无可表应 大家各方面都很共同努力 包括政府和社会各界 在推动下 有些博彩也开始有些 宣传负责人博彩的工作进行 包括在娱乐场所里面 都是宣传一些小冊子 提醒别人 防止问题赌博 不要沉迷等等 但是你说成效的境界有多大 我觉得他们的努力应该值得肯定 但是成效 站到我个人分析 就不是太显著 因为坦白说 你现在在一个赌场 派一些宣传小冊子 叫赌徒 注意不要沉迷赌博 而这些小冊子 放置的位置也好 或者即使放到很显眼的位置 随手可以拿到也好 对一个赌徒来说 这些宣传价值 其实就不会很大的 至于近几年 包括政府也好 和高等院校 一些民间机构 一起合办一些 负责任推广的宣传活动 这些我们都觉得是一个 反显了社会 大家都很努力去进行这些工作 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这些工作 我觉得象征意义比较大 而且体现了社会 比较关心博彩业的负面因素 大家寻求办法的努力 我们都看到他们的工作的投入 但是成效 如果真的成效 那么大 社会也不会有另一方面的声音 我觉得近年 参与赌博的人越多 越来越忧虑 而且看数字来说 病态赌徒的数字 近几年来说 总体来说的趋势 是有上升的趋势 所以在推行负责博彩方面 除了刚才说政府 社团 博彩企业 都有很多工作需要加强 当然他们仍然有在做这些工作 但是成效方面见仁见智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说到 禁足令 或者是一些博彩宣传的 广告的警示方面 其实可以更加再明显一些 当然博彩企业肯定 就不会愿意这样做 博彩的宣传广告 一个警示作用 当然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觉得 如果政府 其实在这方面 规范的宣传广告 除了是警示作用 反而 因为现在有很多广告 都是有一种具有高度的誘惑性的 一些宣传的效应 所以政府是如何规范这些宣传广告 令到它不要过分去圈掩 过分去誘惑一些人的心动 明明不想到 有时为了一个幸运的抽奖 都会去参与博彩 因为通常都是 你要在做好一种正面的宣传方面 有时的收效会比较 比你是负面的宣传 但问题现在是相当相反 在澳门出现的 作为一种吸引市民去参与赌博 那种宣传 那种铺天盖地 是远远超过你所提倡的 负责人博彩的宣传 本身你从正面去宣传的效果 有时已经比较难去实现 而这个誘惑性的 范围就更高的时候 可能一正一反去比较 所以令到社会 令到一些可能 本来对参与赌博未必有感兴趣 但受到感染 有一部分会转移 深度去尝试博彩 尤其是很多沉迷赌博的朋友 问题赌徒或病态赌徒 他们本身的自制力 是他们自己都控制不到自己 如果再看到一些 所谓有誘惑性的东西 他就会更加去参与 因为很多病态赌徒 都有跟一些社团的 辅导主任说 只要看到有赌场相关的东西 他就控制不到 所以我们刚才也说到 博彩资讯庭 暂时叫自己这个名字 博彩企业来说 其实应该有相关的工作 配合这个工作的推行 是的 我觉得如果作为博企 或者政府 如果令到一些不能够 指控的人 例如法律上 在禁速令方面 如何加强 除了自愿隔离之外 究竟是否可以尝试法律修令 因为现在这个相关的法律 还未通过 在这个过程中 是否还可以 大家斟酌一下 真的可以透过一个强制性 将一些不能自控的 由第三方 或者由家庭 杜绝他进入这个赌场 来参与博彩 然后再透过适当的宣传 该正面的加大宣传 该会有誘惑性 就尽量规范 不要去扩大 所以从多方面的教育 多方面的渠道 这样希望能够 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我们说推行负责博彩 其实最终目的 亦希望减少 甚至是不出现问题 和病态倒逃 因为问题或病态倒逃 至少会影响身边17个人 因为根据有关数字 这样统计 所以无论是对家庭 还是社会 都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负面影响 所以一方面是自己主动求助 另一方面 因为很多个案来说 他们可能怕被人知道 不会主动求助 又或者自己根本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为了问题 或者病态倒逃 所以这方面来说 其实要提高全民的戒斗意识 或者认清赌博 是需要有很长的路 需要走的 认清归认清 必须要等 每一个人都有理性的认识 但是有些事情 它真的认不清的时候 你就要用强制性的 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些方面 也提出会不会是人权问题 第三方去禁止它 盼不盼人权 本身博彩业 就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 如果有些地方 整个地方都不容许 設立保障的时候 那是不是又违反了人权 他连参与这个地方的娱乐博彩的项目 都不可以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不能用人权的角度 因为一个社会 有一个社会的规范 对于一些问题的情况出现 如果真的会对社会 造成一个危害或者负面 我们政府或者有关方面 应该是这方面寻求方法 包括禁止它 是强制性禁止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符合社会需要的 除了负责博彩的话题之外 亦都有博彩企业 开始在新年前后 陆陆续续加深入沙方 继续关注 投入体味 传承一种生活的文化 他的名字叫庄园 华发生态庄园 Hello 大家好 我是乔林 欢迎收看美食抢先报 现在在我这边的餐厅 是有观众推荐说 东西非常的好吃又美味 到底有多好吃呢 跟着我们镜头去 一探究竟 Let's go 一走进金钱包海鲜餐厅 高雅精致的设计风格 就让人心旷神怡 这里的服务员 常带着亲切的笑容 让您更显尊贵 Wow 金钱包的招牌料理要登场了 光看这些食材 就让您蠢蠢欲动 这里的美食真叫人魂牵奉迎 还有还有这里的中午时段 有港式茶店无限唱吃 只要96元便宜又美味 现在武士时段是人山人海 可见这边的港式点心有多好吃 大家有空一定要记得来补偿一下 你们觉得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这个包厂里面好多人好热闹 东西好不好吃啊 金钱包海鲜酒家 威尼斯人麦当劳棚哦 独特视角直击最火辣的新闻热点 独立观点洞察最隐秘的新闻真相 读到评说 解读最复杂的新闻关系 澳亚新闻每晚八点 每天中午用30分钟带给您数里清晰的新闻资讯 无论是国际大事 台港澳动态 解读最后的新闻 还是财经资讯 明年全球经济增长范园 五间报导每天中午12点 给您一整天最需要的资讯能量 回溯历史瞬间 揭开尘封档案 穿越时空迷雾探究未解之谜 澳亚卫视重磅推出 大历史一角 带您一同解密那些鲜为人知的岁月传奇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澳门万丈 我是刘仲智人 在上一拍的节目当中 谈到了负责博彩的相关话题 这一拍就回来谈一谈 在过年前后 第二间负财企业 都是宣布加深5%左右的 去年澳门博彩业气势如红 全年毛收入高达2678亿澳门元 比2010年增长超过四成 高收入带动下 赌场员工也有社会 即早前澳门博强先宣布 全体员工加薪5%到10%之后 美高美也不甘示弱 星期四宣布所有非管理层员工 加薪5% 和发放新春花红 打谢员工过去一年的努力 除了各家博企 加薪潮陆续有来 在过去一年 巴士司机薪水加幅也相当惊人 其中 幸福利曾开价18000元聘请 有经验的司机 目前人手已经相当充裕 平均是9点几个钟 三次超过30% 现在平均来说 我们前10个司机的收入 差不多有2-3万元左右 现在人工的收入已经 到了2万多了 不过年关将至各行各业加薪争夺战 会否对中小企人资造成压力 还要再拭目以待 在新年前那些博彩企业 有两间都陆陆续开始宣布加薪 是5-10%左右 其实加薪证证明了2点 第一是赚到钱 第二是希望稳定员工队伍 即是稳定人资市场 没错 能够听到博企接着一间又说加薪 这个当然对博企的员工是一个好消息 对打工仔也是带来正面的讯息 因为博企能够加薪 必然牵动到其他博企 以至其他企业为了留住人才 他都会适当的 都要调整工资 当然有一些中小企可能 面对博企加薪的时候 他自己有没有条件 真是为自己的员工加 有一部分相信他亦都赚到钱 希望这些中小企都尽量去 帮自己的员工去改善工资水平 如果真的没有条件 当然也希望职员或者社会 如何去关注 因为当工资水平 比如某一间企业和其他差距大 他的员工必然就会有流动的意念 这个流动当然对企业本身 会带来一些波动和影响 所以政府或者社会 大家如何对澳门的劳动力的市场 人资的问题如何去提 包括如何懂得在弹性的处理 输入外劳 或者如何保护本利的员工 居民 如何做一个更好的平衡点 这个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 加薪或者薪资水平 就是反映市场价值的指标 因为有些工众 他们的价钱永远都不能上去 有些好像薄彩业的员工 其实就比较容易找工 还有大家的项目落成了之后 薄彩项目落成了之后 是需要很多有经验的一些装荷 或者是相关的工众 所以他们的工资方面 就会提升 因为正如你讲 不提升的话 这间不提升 他们自己之间都会对比 因此就会出现人员的流动性 对于薄彩企业的发展 又不是一件好事 但相较于薄彩业来说 一些中小企业 尤其是自顾型的家庭式的 做餐饮的这些中小型的企业 面对的困难就是资金 和人力请人难的问题 没错 澳门是特别的 例如是世界旅游有人中心 服务业或者餐饮业 在打造世界旅游有人中心里面 都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而在这些餐饮业里面 其实我们都感觉到 事实上有很多店铺 人手是不足的 在不足的情况下 其实令到服务质量 其实也会有所下降 因为如果那个伙计 可能那些小店铺 他射得几个伙计 但是我们的客流 是村流不息 其实做都做到他吞了 当然我们作为顾客 永远会觉得这个服务员 是服务质量太差 我们会批评他 是另一个角度 但是站着这个服务人员 实际上他人手不足 或者工资水平 太过令他觉得不满意的时候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他总是会有情绪 反映出来服务质量 必然会受到影响 最后其实对我们的餐人服务 包括对我们自己 港大市民作为消费者 亦都是一个受害者 所以我觉得澳门 如何去奴方 资方社会方面 如何去探渡 一个输入外劳的问题 还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水平底下 真的很值得大家 要客观冷静去思考 因为往往有时我们看到 这些労工团体 都很关心保护工人的权益的时候 这个角度本来是很对的 但是他们亦都说出来 是没有反对输入外劳 但是问题是 如何输入 以及输入到哪个范畴幅度 这是很有技术性的问题 但是如果大家不是很全面 掌握数据去全面分析 是很难真的取得科学的结论 最后如果这个结论不是科学的时候 旅客是受害者 我们本身都可能是受害者 我们都希望澳门的人力资源市场 在有限资源的前提之下 亦都可以有序和健康地发展 因为之前亦都听过一些 中小企业的业主和我们反映 从某种程度来说 出现过的情况 给他们的感觉就是 博彩企业大批的外劳输入 当然不是庄可的公众 但是他们想批一个半个 有时又好像不是那么顺利 其实我觉得 说到人力资源这个问题 除了中小企 我们大家都要关注这个问题 其实确实澳门的中小企业 的企业主 亦都要思考一下 能不能利用一些很简易的 一些科技手段或者工具 去协助解决一些问题 要动动脑筋 因为譬如在内地 我们也看到 或者其他地方 譬如在餐饮业 在桌面 都会有一个按钟 你有需要的时候 然后服务员便会知道 这张桌子是需要你什么 其实便可以减少了 工作人员在桌面行动 或者行动 你举手 他都看不到你 需要你用什么服务 这方面 既可以减少了 一些人手的情况下 都可以提供一些 比较好的服务 我觉得 大家都要开拓一下思维 尤其这几天过新年期间 一些中小企业 或者一些餐饮方面 有客人多了 可能伙计又做得做不及 服务方面可能跟不上 都未能 是的 如果因为服务跟不上 那就不仅对澳门 旅游城市的形象 会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 有一方面 就是说到加薪潮的时候 为什么会加薪呢 加薪就是因为 和人力资源的市场有关 因为很多公众 好像刚才片段当中 有说到薄彩业的员工 因为为了稳定军心 和巴士公司 为了令到司机有足够数量 保持这个运力 所以就会加薪 如果假如是 剩余了很多的人数 多过公众的需求 即是公大于求的时候 自然就不会加薪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 供求 供需关系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一个工资水平 是因素之一 你刚才说到这个巴士公司 我们都知道 在去年中 出现这个巴士司机 根本不够人走 而挖角潮 导致这个公司水平 一直就持续上升 升到现在 去到比较高 对于一般的平均公司来说 是超出了 这个中位数比较多的水平 这个情况也都反映了 就是巴士司机 非常缺乏 这个缺乏 一个就是 我们澳门市民投入这个行业的 确实不是太多 另一方面就是 亦都因为 这方面真的没有了这个 输入外劳的调节 当然 如果我提出说 输入外劳 社会一定有很大的反弹的声音 因为大家都觉得 这些行业不应该输入 但是究竟哪些行业应该输入 哪些行业不应该输入呢 有时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机制去协调平衡 有时工资水平会因为被扭曲了的社会现象 而出现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当然巴士司机他都很辛苦 他应该有比较高的工资水平 但是高到哪个程度 如果高到和工资中位数 或者和一些比较学识水平 或者付出其他代价更多的 而不成一个协调比例的时候 其实整个社会现象也会被扭曲的 我觉得大家对于澳门 如何保护澳门的本地居民权益 而适量输入之间 如何处于一个真的比较好的平衡点 是值得大家需要理性去探讨的 否则很多社会现象真的会被扭曲的 因为作为雇员来说 其实很简单 哪里人工高福利好门檻低 就考虑去哪里做 最好不用做就是每个人出粮 这是人之常诚都是这样想的 但作为雇主来说 其实雇主也很难做 因为一些雇主可能盈利方面不太理想 跟着成本开支很大的同事 甚至乎出现过 伙计找得比老板更多 因为老板想着自己 经营了这个生意维持下去就可以了 但如果伙计人工太低 他就养不住他 这种情况都有 其实都是一个不正常的工资比例 找得多与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当顾员认为我是皇帝女 不休假 你根本是没有其他人去填补这个位置 因为你根本不够人 我就吊起来卖 说到最早点 吊起来卖的时候 对服务质量 对市民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出来 比如巴士司机 大家普遍都是很尽心尽力做的工作 但有个别并不是负责任的时候 駕駛安全也值得我们港大市民关注的时候 你搭上这辆巴士 你怕不怕 总之有很多问题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 大家在一个比较科学客观的情况 但是处理问题 有很多不良的现象就会出现 希望澳门的人力资源市场可以有助 和健康发展 一方面是市场调节 另一方面政府是否有哪些工作 去考虑去规范一下 是 我觉得真的 政府方面也希望在政策方面 譬如 因为政府可以掌握数的比较多 如何拿出来给社会 大家去理性探讨 然后大家争取一个共识 这方面政府也有责任去做的工作 好 今天多谢陈老师光临我们的澳门万象 多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澳门万象 祝各位新年假期快乐 我们来转位 澳门万象由华发股份独家特约播出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